字幕提供 嗨 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強尼 今天離開飯店後我們前往夏榮國際郵輪碼頭 準備搭乘接舶船出海囉 要前往這次北越旅遊的重頭戲 夜宿夏榮灣的星光郵輪 夏榮灣被選為世界八大騎警之一 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這次除了可以親眼欣賞這世界級的天然騎警外 還能體驗夜宿豪華郵輪的特別感受 我們出發吧 來到北越旅遊合國際遊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船后开始在船上约有23小时的行程 先介绍环境、安排好房间和固定在这船上会有三次用餐的座位以后 就开始这两天的行程哦 午餐、餐食、口味其实和台湾差不多 没有太经验 要注意的是饮品和酒类都要额外付费的哦 每条游轮都会拖着两条小船 就是专属这条游轮的接驳船 午餐后我们将前往夏龙湾的景点金亚洞 航行途中完全就沉浸在夏龙湾海上的美景中啊 很快就到金亚洞上岸码头咯 据导游说 十月份是北越旅行中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月份 所以呢游客不少哦 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开始登上阶梯 开始今天的惊讶之旅咯 之所以行动速度慢 那就是因为洞穴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是只能容纳一个人通过 所以呢大家只能排队前进咯 金亚洞 洞穴中有各具姿态的钟乳石 每千年只能成型六公分 巨载有六十万年的岁月成型 造就各式奇岩怪石 总共分为三个洞穴 第二个洞比第一洞大五倍 第三洞又比第二洞大十倍啊 华生连连 无不惊叹啊 五五倍的头身体会健康会发散 五五倍的胃会生男孩 来 各位男的姐姐还想享受一个大家 好 好 点κ 好 那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完惊讶洞 我们继续前往英雄岛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雄岛除了英雄雕像和沙滩外 还有就是可以爬上424个台阶才可以到达的凉亭 这凉亭没啥特别 但是从这里五看下荣湾 可以说是绝美啊 想你带你一起来看看啰 虽然很累 但能把这绝美的景色收入相机中 实在是值得啊 火车 一天 猕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一天 大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不輕鬆啊 英雄島海灘是下榮灣可以游泳的地方喔 朋友們下次來不妨帶上泳衣來體驗一下吧 走完英雄島準備回郵輪休息享用下午茶囉 溜呈這把途中的暴風 會越留下好暴風 輪在� natives 明腳冷甩液 楔淑 回到船上用完下午茶也参加了有趣的首座越南春卷 热闹又有趣啊同船除了我们一团21人之外还有不少老外哦当然也一起同乐哦 我们的房间在二楼房间不大看起来都是基本配置 哇按摩浴缸这应该是亮点哦 其他应该也都是标准配备 整体感觉舒适干净但略显老旧应该是一艘有年纪的游轮哦 对了在船尾的交通船上可以夜吊小卷哦 没有吊到了 明天还有半天的时间在夏龙湾我们明天见 早上在游轮上还有人引导打太极哦 在夏龙湾打太极这体验还蛮特别的 诶等等对面的船也有人在打太极哦 打完太极了吃早餐 稍后要搭接舶船前往月亮湖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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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这个东翻译成中文的叫做融洞啊 嗯 那么从这个东啊这个东是唯一的一个出炉口 啊等下我们进去了之后啊就开始进入月亮湖 那里面呢全部都被高山围起来就像一个月亮一样 所以呢我们叫做月亮湖啊 啊 那么这里面每天早上一般都会有猴子 野生猴子下来 对 他们跟我们一样的早上起来会饿的啊 嗯 所以呢就下来找吃的 吃饱了之后就上去睡觉啊 这个啊 真好 这里又有一起了又有一起了 诶很多呢丢户啊 对 啊都小哦 嗯 不知道啊 不要紧张 还知道了 书量了 书量了 书都好看 来大家看 嗯 这个地方啊叫做月亮湖 美国的那个金刚啊 你们有看过了吧 嗯 从那上面啊 推下来 啊 就从那个地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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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月亮湖除了可以乘坐人力划船坏 也有松人独立船可以租借喔 另外我们也体验了自费的快艇游湖 好玩又刺激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離開月亮湖,我們再度回到船上 在享用了早午餐後,準備回到夏隆國際郵輪碼頭囉 結束這次夏隆灣郵輪體驗 在夏隆灣郵輪碼頭旁還有世界最大纜車 可以欣賞夏隆灣 可以為夏隆灣的行程畫下句點 再來就要回到河內囉 河內是越南首都,也是千年古城 強女將在下個影片介紹給你喔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